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20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的眼灯节目 今天多伦多的天气是酷热 这个估计和全球目前为了发展经济 没有做到在气候方面东西方合作 没有搞好碳大风碳中火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现在这个天气的确是挺反常的 这个季节竟然热到什么程度呢 像火炉一样 这都不正常 所以说现在美国也不敢彻底得罪中共 因为中共属于碳排放的一家国 也就是说它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就在碳大风碳中火这个问题上还真的哄着它 你否则它不停地排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这很大的问题啊 这么搞下去以后将来恐怕就是很多地方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真的太吓人了啊 那么言归正传 这个刚才看到了更多的消息啊 我特别重视自媒体 刚才我看了一下那老灯爆料今天有点好消息 比较可惜 就是有656名退役军官联名写信给习近平 就等于逼宫啊 这个是维权事件啊 不是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属于既得的意思 也就是说以前呢 退役军官下来以后都要发一些巨款安置 这会是安月领钱啊 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呢 那就是没钱了 现在捉紧见证 我想他现在首先要哄住那些现役的军官 准备打仗来保护自己 那么就把这些退下来的就放到缓冲地带了 就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呢 你想你每个月有个固定薪水 这就相当不错了 问题现在是底层老百姓 很多人连的固定薪水还没有啊 现在是城市里边的退休了 待遇都不错 包括我的同学们啊 那每个月都是有的都好几千上万的 但是呢 有一些地方也是恐怕是要断粮啊 像这些军人656个呢 为什么我觉得可信呢 就是老登讲是发到他细想 我看到他那个截图啊 都有本身的签名 有西线有地点人物 问题是他们656名啊 这个可是一些大事 因为他们群集起来闹事 有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的动荡 因为这些人下面都有很多人啊 以前都是军头啊 你看这个鸟叫得很响 它有什么叫响你知道吧 这个也是可能跟天气热有关系 是不是 你们太不像话了 让习近平搞的啊 天气这么热 都不适合我们生存 这个军头这是闹事啊 这个事他们是维权 维权世界 他向习近平 给习近平施加压力啊 话讲得很重 他说以前这些人呢 有的是保卫海岛啊 有的是在什么荒山野岭 是吧 有的是在这个前线等等 你再是前线 你再没打仗 和平年代 是吧 底层的老百姓 面朝黄土被抄贴 被抄贴 在地里更做不更普 而且现在到现在一分钱没有 你看那个河南的老百姓 天干旱 少雨 对吧 今天好不定有好消息 说是人工降雨了 你看是假消息 妖言 也就是这桂立的土地 渴望着什么雨露 自运 对不对 这个单身 你看 习近平也无视他们 今天我看台湾海峡又出事了 是吧 这个一共有19架解放军军机 这个和军舰四面包围的台湾 待会给你们讲讲 有钱他干 都没有钱给老百姓 这个解决这个浇水的问题 浇地很简单 政府出面多搞一些撒水车 拉着水喷吧 是吧 你既然能这么多的钱 去震慑台湾的老百姓 你就拿过来 就前线下来干的正事都好 他不是 说没办法 所以这些老兵啊 是按照他们做的贡献 也挺值得同情 但是你不要忘了 每个月给你是和以下给你 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什么 刚刚讲了一半 习近平没钱了 你上哪里拿钱 他在按照轻重缓击 对吧 最重要是哄住张武侠 回味弄 别造反 把他抓起来 对不对 他们要多少钱 他给多少钱 其实才是推卸的这些人 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他一下给你发很多钱 因为他那些人 如果一个人发很多钱的话 咱就想一个人吧 几百万的话 你想他怕你变成两面人 因为这些人拿钱 又都转到海外去了 你看现在香港 爆满银行啊 都买什么 买保险 存款 为什么存在那里利息高 再一个是存在那里 将来跑的时候方便 是不是 一旦打起仗来 动乱了 他们把钱还转到新加坡了 他在看 他等习近平是不是垮台 你现在为什么 中国老百姓存款还在增加 人们有了收入 麻存到银行 生怕什么 生怕 这个照不保息 不知道明天怎么样 他们在等 这个习近平能不能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的话 咱就再拿出 再干投资 对吧 又不抓起来 咱千万别折腾了 所以银行存款还在增加 但习近平使用 他看了 银行这么多的钱 没关系 再抢 是吧 他想这个事 所以这个 就656个军人的上诉 就是写这个信 都没用 我就跟你讲 除非他们聚集起来说是 杀到这个北京去 就去像那个 宋江他们那一口 是吧 那习近平就害怕了 但他们不敢 是吧 因为他们也被维稳了 你退卸了以后 说心里话 你就是 虽然是死猪化 开水烫 你毕竟是死猪了 应该不给你当回事 对不对 什么时候能起座 能将来国军打进来的时候 他们如果反水了 叛变了 那习近平就打头 现在还不到时候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他这个维权案件呢 值得同情 但是我是不支持 给他给他这个一下 发动作钱 发动作钱 底子老板 也不更没有钱 是不是啊 这就不错了 我认为搞不好习近平 不但不给他 这个 达到他的愿望 反正会严厉的镇压 是吧 习近平信仰 我不怕 现在你都属于 王小红管家范围的 不行抓 只要你们不能团结起来 就没有力量 对吧 65位 不多呀 再加两零 他可能就害怕了 是吧 但是他这个超震撼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这是一条消息 另外啊 云南今天爆发了 四个游行 是叫翻亚 有个翻亚集团 好像是发行了什么 就是这个高级缆存吧 其实都是高级缆存 对线不了了 老百姓游行 大概有上千人 我看到老灯爆料 有个小视频 这是真的 对吧 但是他这里讲的假消息 也是 就是让张有霞也要造反 习近平要整他 这是假的 不可能啊 为什么你看今天 人民日报网站 头版头条 中央政治工作会议 在延安闭幕了 张有霞何卫东出席会议 也就是何卫东和张有霞 从表面看 虽然有矛盾 但他们还对习近平来讲 倒不一定说真忠诚 所以起码还是支持他 所以能维持现在的局面 这个会议其实解决什么呢 解决不忠诚的问题 他军头们造反 你看这里怎么讲 他讲 扭住思想跟 加强 绝对忠诚断裂 谁讲的词 这肯定是习近平讲的话 习近平到宁夏了 走之前告诉 这个老何和这个老张 哎 你俩我告诉你 我盯住了 扭住脖子 要对我纵程 是吧 这我扭住脖子吗 这一扭脖子扭大了 656个巨人不干了 是吧 光扭脖子 扭出钱来 是吧 他们只认识钱 别人不讲 这一看就是 这个忽悠 就是说何卫东 和张有霞俩翻脸了 习近平要整张有霞的腐败 这假消息 你不信你看吧 二中三中全会不会整他 恰恰向来 整的是什么 整的是对地派 非习家军 张有霞是重要的打手 所以让 包括军队里面 也会抓很多人 那么但是今天 老邓高调 还有个消息 值得可信 就是说 习近平这次需要选林木 就死后 他葬在这个 他爸爸的墓地旁边 有两个方案 他爸爸的墓地 大到什么程度 是香港的三分之一 你得多么能住我 其实没有用 等他死了垮台以后 人家很快就处理了 这个只要十天就完事了 清除习近平余毒和影响 一个月 电小二们都翻脸了 是吧 你看波熙来当年不都是 现在哪有给波熙来讲话 没有了 就生他儿子 也不至少了 敲没敲事了 我要告诉你 他这次到这个陕西 一定是两件事 一是他妈 要隆重的推出这个小王子 就让军头们认识他的儿子 说不定他儿子已经进部队了 进部队工作了 在张又霞身边带着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 一旦死后 和美国开战呢 死后葬在这边 秦始皇的故乡 他爸爸的墓旁边 哎 这个是很可惜 这是老邓金今天报道讲的 我相信啊 他选了个林木多大 但是医生的好事 他知道自己还能死 还不错 这证明什么呢 死气临近了 是吧 就像我老家 突然间讲了 一座回路 那就知道身体有病了 因为今年确实有病了 不是以前了 医生那天发出警告了 是吧 这个因为医生是老外啊 他也不知道我干啥 是吧 那老外那老头挺有意思的 他经常跟我开玩笑 注意身体啊 还做生意 我说不做生意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 就身体都有病啊 来日无多了 习近平也感觉到 大难来的 是吧 你比如说现在在南韩 扣着他这个上船了 他怎么办 他自己就在假装 不知道呗 我呢 他要打的话 那不战争就爆发了 同样台湾海峡也是啊 菲律宾也是啊 菲律宾给你手指的 干掉一个 说断指了 是吧 这个咋办 指断了不能重新找出来 那不是开玩笑的啊 这叫精准打击 给这个 这个 小马尔斯一个震慑 小马尔斯也不会完事啊 你看美国现在 布林肯已经跟小马尔通电话了 是吧 和这个 布林肯和菲律宾高层通电话 就研究什么呢 安保条约的 这个问题 就准备要开打了 是吧 一旦打 就习近平就知道 自己有一天 说不定就干掉了 所以现在去找林肯 选址 哎 这也对 问题是你不在了 你怎么知道 手下的人真是 这个兑现了承诺啊 说不定 变小二嘛 第一个给 给你木巴了 说不定 说 一般来讲 翻是马屁行 都干这个事啊 就是领导 你看在位的时候 跑前跑点 的话 领导一死 可是一出事 第一个翻脸的 就是秘书和警卫 是不是啊 你看那个 韩小光 就是嘉兴 昨天我讲到的 嘉兴国际酒店 老板韩小光 他拥有 这个北京王府酒店 23%的股份 当然是以他老婆的名义 吃饮 他老婆是国家 全部人事丝特别助理 的严肯 死于武器空难 我跟你们讲的 全是真事 我一生经历 这个韩小光 韩小光是大连 嘉兴国际酒店老板 前几年我和彭丁花 现在我不联系了 自从我反习以后 我不和他们联系 怕他带了麻烦 好像他弟弟 现在来当老板 他不就是吗 因为他在监狱 在开发局 开了之后 在一起在讲 他说 他这一抓起来 不可以来派人 把他抓 他一抓起来 他一共是 你知多少个保镖 他随时保镖 一共是七八个 马上跑了 第一件事 是把他那个汽车 后备先让拿出来 后边有二十万 他不管走哪里 贷二十万现金 就是吃喝玩 马上翻了 翻完就跑了 成鸟受散 再找不着了 你不信 问他老板 我一点都没撒谎 我记忆游行 这个事发生在 2002年 是吧 大连开发局 看守所 那时候正好 应该谁 他是晚一点 我最早之前 和张永祥 在天地渔港老二 关押了半年 完了老二和他对话 他原先关到旅顺 从旅顺回来 老二到旅顺 我将来 我给你下去讲 完了 那个时候 他那时 就是朗朗的歌 已经过去了 朗朗那个歌 就是 就是那个 那天 冬天特别冷 那个歌 是我和张永祥 关押在一起 听那个歌 是吧 春节 你说 为什么我对朗朗 印象很好 就先想听的意思 就是保镖这东西 我告诉你 不可靠 电小二们不可靠 你别看现在都 唯有吸引评 这何卫东 张永祥 将来何卫东 肯定在反随 张永祥不会反随 因为张永祥和他的交往 太神了 你中优 我中优 他是铁哥们 那为什么 给老邓爆炸的人 有真有假 真对了 因为他都给你假的话 你不会理他 你以老邓的 这个平台 说现在的话 看的人多 是吧 这小媒体 都给你真的吧 那给你提供的料 就被习近平 陈文青 定为间谍和特务 是吧 这就经过 我估计 陈文青同意 是吧 你告的假料 帮帮咱们 互用 因为三中全会 以前最好的假料 就是张永祥要被抓了 习近平 大义灭亲 这对习近平很有利 是吧 底下人 656个 特议军官 不敢闹了 为什么不敢闹 你看 咱大领导都公平 连张伟霞腐败都抓 咱这点钱算什么 算 每月零也行 是吧 你看 他要求这个效果 我告诉你 这种欺骗 就陈文青超狡猾 说不过 陈文青这回到新加坡 回了没有 最好跑了 跑了就惊天动地 是吧 你不跑 我跟你讲 在海外买的房 白买 我也跟你讲 是吧 其他这就不讲了 是吧 看透不说透 才是好朋友 是不是 这个给大家再讲了一个消息 中共在台湾海峡下忙活 今天是海外的新头壳 为什么新头壳这么忙活 新头壳是台湾媒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18号公告的 国务院已经核准了攻击无人机飞带系统 对台军售案 包括人员杀伤及反甲 反装甲 二行 二走行李 今天20号 国防部公告的 过去20小时内 那么就是6点到上午6点 总共争获了19架次中共机械 就是不是19架 19架次 就飞了19次 忙活了 你看累的样子 你就想 你不飞了19次 省下的汽油费 帮一帮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当中的 广西的灾民 你去看看吧 你灾民啊 太苦了 一个老太太 她跑不动了 就坐着 过一会儿 西红的水就要来了 你就想想 你想想 如果这是你的妈妈 您是什么心情 你给我想想吧 不是没有前国家呀 从丰州拿去了 军人拿去了 政府的官员 党字幕书拿去了 这和我当年看了一点不一样 1998年 我连续不是作修 我到柳树岛 柳树岛在 这个黑龙江省 加牧师寺 你去问我加牧师 柳树岛的居民们 保证对我还有印象 我记得 我做解放军的冲锋周期 柳树岛的时候 已经被淹没了 有一个就是房子 就剩了一个小阳台 它是二层楼 阳台上有一只狗 趴在这 我记得我拍过照片 香港文化都报道过 柳树岛 我看到了军人 看到领导干部 有的领导干部 现在判刑在监狱里 那哥们虽然腐败 但是在洪水来临的时候和军人们站在一起 还有我老江 我可以给你们照片看一看 我不会憋 我会憋 你爬 你看我当年 那东北小伙子多帅 头盒满满的 嘿嘿 你看现在 眉毛 眉毛说能迎来 开炮年代 迎来了文化大革命 还要迎来 习二世 哎呀 真可悲 是吧 所以我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 不是我怕死 我希望我离开世界以后 之前看到中国的变化 有利我 是吧 我可以返回家乡 那老头儿穿上西服 我也做人们狗样了 是吧 叫疫情幻象 现在怎么幻象 幻象完了以后 难过领街 那些 那些剧情就好 看到我 怎么样 江源平 走的时候告诉你 出了句话 这边乱讲乱写 怎么样 本性不改 又进来的吧 是吧 肯定我倒霉 那我怎么敢回去 说咱们同学会 是5月15号召开 你家那个 我都没想到 很感动啊 那李承毅都是少将了 是吧 那刘永路是校 咱班长 那是东港市纪委书记 你去问问 白警师 他有说 告诉了那个 咱同学 那个江源平讲的 欢迎他回来 说没事 回来 参加完同学会再回去 没事 我回去又进不了同学会了 他们在沈阳开的 我都进南关里面监狱了 你不害怕吗 是不是啊 所以我要跟你们讲的 就是这个解放军呢 你说你有了钱 救救老百姓 瞎忽悠什么 你这19架次 你就把这个改成这个直升机 飞到这个洪水泛滥称载的上空 往底下投这个就是太平拳 实在你穷没有太平拳 你习近平不舍得 弄点木把子也行 是吧 洪水来着 你找抱住一个板 他不会游泳啊 那浮起来 就腿一蹬 说不定就能捡一条命 你看现在 你去看看那老百姓 太苦了 我看了以后 心碎一阵 因为什么 我98年 我靠洪我都去过 还有大庆司司长 杨信 现在在大庆监狱待着 我听说 怕十多年 最后一阵是七二十位书记 杨信 给我输得不得了 也是啊 在洪水的时候我也去 完了咱有个小记者 当时坐在那个地下 写那个讲话 写这个报道 我带好几个同事去了 然后杨信 一下过来看到 小女孩立刻 这个 就 这 联想西域啊 马上停下来 就告诉他宣传部的人 怎么能让记者 坐在地下来 写东西呢 咱的小记者 很好表现了一下 杨信 很同情 他都为什么 对男的他不同情 我吃饭的时候 我在嘲讽他 我说 杨信 这么看 漂亮小女孩的 坐地 你就同情 我昨天也坐在这 写啊 是吗 我没看着 我说你故意不看 男的看女的 太笑啊 那个市长真能干 那个人真不错 你看那个大清的 诗基大道 我跟你们讲 全是真的 是他修建的 那个人很能干 挂到监狱去了 是吧 周永康的先生 跟周永康等了 就是习近平的专案组 应该到那去找他 江永平 你给没给他钱 你要写一个东西 给他钱了 咱就可以整江永平 我没拿到一份钱好处 但是酒没少喝 饭没少吃 我也请他了 走的时候 咱们回请他们 这个领导 是吧 喝点酒 吃点饭 不要钱 那不叫腐败 那叫热爱生活 是吧 腐败是什么 腐败是习近平这些伙 店小二腐败 是吧 政治腐败 司法腐败 所以看着这个 就是内斗 解放军 今天躁动过 在台湾海峡 这个是很疯狂 就是震慑了 2300万台湾老百姓 你越去震慑 人家不越倒向美国吗 你就傻不傻 是不是啊 国防部表示 台海周边的海空域 动态显示 11架次中国军机 8件次中国军舰 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8架军机 掠过了海峡中线 进入台湾北部 西南及东南空域 距离呢 叫 距离 附近的小岛 61海里 等等等等 我不想起想了 就证明什么呢 现在他们这 骚扰活动 进一步生气 不敢证实 你看在另一条 可菲律宾打起来 是吧 你看日媒报道的 他说日本时报 飞行人士警告 撞击船只 修建军事岛屿 威胁所称的 非法侵入者 中国正在升级 和菲律宾的对抗 他为什么升级 马上要开三中全会了 他挖着镜头 云记起来 抓他 懂吗 转移矛盾 制图将菲律宾 赶出南中国海 争议海域 并称 碰撞世界的凸行 凸显 中国在南海的 窃香肠战略 像窃香肠 一块块 且不是一下 且 这篇文章讲 是法国的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两国 子线最危险的爆发 地点在哪里呢 人也就好 1999年 菲律宾海军 故意将一艘 破旧的二战 破船搁浅在这个地方 宣示主权 领土主权 遥遥欲罪的 马德雷山脉 护卫舰 上面 直接能驻扎了 一小队 菲律宾的 海军陆战队 他距离菲律宾 多远 巴拉望岛 二百公里 巴拉望岛是离台湾最近 所以大家互不向上 距离中国最近 只一千公里 也就是说 菲律宾说这个岛是他 真不回事 所以他把那个破船舰 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上面人家有吃喝拉扎碎 不急 不急的时候就闹事 不出事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 这个他需要频繁的执行任务 而中国海洋警卫队呢 试图通过向菲律宾船只 发射水炮 来阻挡这种任务 有时还会发生相撞 那么今天发生事 周三出了一事啊 就断止事件 菲律宾海军说呢 一名菲律水兵在冲突中 失去了一个拇指 我认为他不是 打他这个拇指断了 可能他这个 从撞过程当中 躲避不及 就一晃到 因为那个力度很大 可能碰到哪里 给手指碰断了一根 一根拇指碰断 这个才很疼很厉害啊 那么 玻璃莫卡托 中国研究中心 首席分级寺 叫赖达达 赖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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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他说 北京正试图控制原来警 中国正在等待 这艘船沉没 或变得无法居住 各使菲律宾撤出海军陆战队 他分析部队 不是这么简单 他肯定要挑起事的 把国内的矛盾转向海外 每到大难来临的时候 三中全会了 二十大了 是吧 国际局势变化的时候 他就忽悠着 因为你这一忽悠以后 军头们注意力 就不能研究什么 给你发工资的问题 你不能研究别的事 研究习近平的十年 犯下滔天罪行 对不对 换人的问题 顾存华的问题 研究了就是什么 乡口一致对外 这共产党就好搞这些名堂 是吧 共产党怎么窃取权利 那不就鼓动杨虎城 这个张学良 爱国 是不是 打日本 其实共产党趁这个机会 是吧 计划矛盾 你们去打吧 我偷偷就把自己的力量 发展起来 是吧 要不是玩五次反围剿 这个麻家军都已经被灭了 是吧 这个蒋介石 如果再拳头硬一点 当时共产党就消灭掉了 这共产党很厉害 我要告诉你 他这一套办法 和当年那种阴魔手段是一样的 拉加达 赖加达城 此举 将使北京方面准备好 多取该岛的控制权 加强中国在这个石油和天然气 储备丰富的水道上的立足点 每年有数万美元的贸易 通过该水道 他这里告诉你 两国竞争这个地方 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黄金水道 物流 另外底下是个大巨宝盘 第三 战略位置重要 更重要是什么 转移关键矛盾 我要告诉你 那么其他评论员的观点 大同小异 我就不去多讲了 等到下一场 再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报道会评论 谢谢 再见 再见